你有没有就是很好奇为什么大家总说你是神仙姐姐什么 这个挺容易的其实一部作品第一印象 然后新闻稿很多 大家就先入为主了 那确实是一个角色的名字 我觉得我 我希望啊我不知道我给大家是什么样的印象 但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不装的人 你还叫我姑姑 因为出演了金融舞合作品当中的小龙女 再加上她自出道以来所摄的影视作品当中古装题材边多 所以神仙姐姐就成了刘亦菲的代名词了 镜头里面深属于揀的刘亦菲 其实私底下和普通女生没什么两样 标榜要洒脱生活的她出门不会刻意打扮 甚至还曾经被朋友笑话不够潮 但这些在她看来一点都不介意 打扮我基本上没什么风格 就是有时候可能被人说什么很out啦什么的 但我都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我就是不愿意被任何一种风格 任何一种概念给赵主 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活得随心 尤其是演员 除了说私下打扮随心 刘亦菲的业余爱好也都很灑脱 虽然说自小有舞蹈功底 每日为了保持身材 刘亦菲也都会在起床之后做一些简单的瑜伽 但是讲到真是玩的兴致 那和刘亦菲被人超凡脱族的印象完全不同 没记得之前 她就叫埋拱新娘等好友 一起去玩了一把卡丁车 我觉得人其实真的要善于发现自己每天 就是突然你别给自己规定那么死 突然有灵感 或者说突然想干嘛 就去干点什么 挺好的 像那天我就突然想出去玩 然后就打电话约了几个朋友 就去 一个名字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天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一起去玩 2001年年仅14岁 而且毫无演戏经验的刘亦菲 从美国回来的第二个月 就出演了由陈坤董杰主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 之后就偏弱不断 逐渐成长为国内当家小花蛋 如果你对这个恶魔有怜悯之心 就应该回到庙里去继续修行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和平 2010年由他参演的《功夫之王》 在加勒电影节上边播出的《几分钟甜花》 就吸引到美国知名的 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主动找上门签了他 签了美国经纪公司之后 刘亦菲的事业视野得以扩展 生化危机舞 但是最后有些原因真的不方便讲 但是我觉得事情都是 为什么我当时失去这样一个机会 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 真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挺 我很明白 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 没有绝对的遗憾 因为当时也是在很艰难的选择 同学台跟发歌的合作 让我心里特别痒痒 我特别想拍 所以最后拍同学台 我觉得给我人生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不难看出 如今的刘亦菲开阔的不单只是视野 同时还有看问题的角度和心胸 可以同1976年就开始出道演戏 至今索做了小马哥 许文强等 诸多经典形象的老演员周远发合作 那就令刘亦菲一点都不敢怠慢了 以整个拍戏的过程 也都令刘亦菲对老气骨发歌 有了新的认识 有一场戏就是 他就是他这么抱着我 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沙发上面 然后他就因为没喊停就继续演 我也是 我有时候基本上就不会管 人家喊不喊停 我都会一直持续到 我觉得这状态就是会持续下去 然后看他也在演戏突然演变了 一瞬间演的一边搓着手一边狂笑 就那种 然后我就傻了 但是我还是继续在配合着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 曹操的一个新的理解 见解啊 哇真的丰富 能考虑到这一层面 然后发现他是录给花絮用的 就是那个out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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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就是那种有很多走了 黑字幕之后再放了那种东西 笑死了 今年由刘亦菲主演的《童雀台》 和《四大明报》都将陆续上映 虽然刘亦菲近两年来给人的感觉 并非似一些女星用力过猛 总是充实头条新闻位置 但是踏实拍戏的她 正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扩大着自己的事业版图